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剛開始 那時候我記得20年前吧 那時候我以荷花為創作題材 那時候為了要畫一朵荷花 我去拍了好幾百張的照片 然後貼滿整個畫室 然後只留下一個畫布的地方 空白其他都貼滿的照片 可是你是 你是受限於你所看到的物像 把它組合過來 這已經沒有辦法滿足 現在我內心的一個感動點 我在思考 什麼去除了一個 透過用筆的形式去創作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形式 能夠呈現21世紀 現代水墨的一個新的風貌 所有的創作來自於生活 離開了生活 沒有創作 那個生活是一個很真實的生活 這是自然的呈現 所以日日夜夜你所看到的這些東西 它就是你創作的題材 我是當代水夢畫家 我是當代水夢畫家 陳正榮 我剛才看到你 我見到你 我看了你 你回到你的生活 我看了你 你回到這個地方